中场有多少? 4万千米 第三个,它的表面积 浪卡子县中学位于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 也是一所寄宿制学校 初秋时节,学校迎来新学期 七年级新生们也迎来了崭新的初中生活 我们给大家教的是什么课程? 我们教的是第一课,学生是刚到中学 第一课里讲的是学生在学习当中要尊重老师 还要学习的方法 从15年到现在在浪卡中学,叫藏文堂,带来两个班 目前,西藏中小学均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和藏语文课程 记者在教室看到,许多学生的课桌上摆放着新华字典 并且用汉语在做课堂笔记 玉珍介绍,学生们大多来自高山牧区 目前已经适应了住校生活 来自游上的是南克斯县大陆镇 学习之后学得特别开心 很多不会学的东西都会学 还有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除基础课程外,学校还设置了多个兴趣小组 涵盖音乐、书法、绘画、英语、口语等 教室里,音乐兴趣小组的同学们一边弹着藏族传统乐器扎念琴 一边动情的歌唱 为什么想要报这个新举班啊? 嗯,因为我喜欢唱歌 你喜欢唱什么歌? 嗯,最喜欢唱歌 这个社团的话是上个学期开始学来的 从零技术开始校庭50周年 那是我参加了 我们社团的一些学生 那个乐器弹得稍微好一点 学生,我们组合成一个乐队形式 还有参加一些县里面的一些文艺活动 午餐时间,学生们来到食堂打饭 土豆、牦牛肉、醋柳白菜 可口的菜肴让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几十年来 为了让更多农牧区的孩子享受平等教育 西藏在不断探索中 形成了符合当地实际条件 符合现代教育规律 同时有利于当地学生和家庭的寄宿制教育 并实施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 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 西藏第21次提升教育三包补助标准 进一步提高孩子们的伙食质量和住宿条件 确保学生在学校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休息 现在你们一个学期回家几次? 两次 平时爸爸妈妈来看你们? 对 带了饼干 还带了奶渣 还带了肉饼 八个人一起住 一起洗衣服 还有一起玩 出去玩 还一起聊天 自己留临时的时候一起分享 好吗? 大多数都是农牧民 农牧民小孩子 所有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 所以现在目前的规模的话是我们在校上是1594人 每个年纪差不多有530左右 三包的话每生每年4765 都一回一个年纪月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 团牧民小孩子 就算了层一年纪月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